你好,我是Johnny 今天的主題是 Jamaury左西十字凳在撕裂 對勁快隊的影響是什麼? 影片中說的數據截至2021 4月14號 昨天勁快的對手是勇士隊 勇士隊的Curry不但單場攻下53分 其中包括10顆3分球 同時也超越了偉大的張先生 成為勇士隊史的得分王 勁快雖然輸球但比賽總是有輸有贏 實際上輸球對勁快來說只是輸掉一場比賽 畢竟這只是一場例行賽 但麻煩的是球隊的二當家Jamaury 在一次切入時受傷了 這一場對勁快來說很有可能輸掉一整個賽季 目前Jamaury的喪失是左西十字刃丹失戀 官方給出的消息是無限期缺散 不過各媒體都預測應該是本季報銷了 根據新智專家Bobby Marks的資料顯示 本季NBA有五名球員受到同樣喪失的困擾 其中包括Jonathan Isaac Makel Foltz、Spencer Divinity 巫師隊的Thomas Bryan再加上Jamaury 值得注意的是魔術隊的Jonathan Isaac 本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上過場 他的部分是在上個賽季受傷的 Spencer Divinity雖然目前有消息指出 可能會在季後賽時歸隊 不過他是12月底受傷的 假設本季他真的回到場上 他也休息了一段時間了 而目前是4月中 季後賽預計是5月22號開打 所以就以上的例子來看 雖然官方沒有宣布Jonathan Mary本季報銷 但本季他回到場上的機會老實說並不大 甚至下個賽季的開季 他很有可能也會缺賽一陣子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Jonathan Mary的基本資料 本季場均21加4加4 其中投籃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跟得分 都是生涯新高的數據 所以本季是他職業生涯的代表年 盡快的後場因為有他 加上Morris、P.J.Dojo、Kempazzo 這一輛球隊在球技中 用Gary Harris加上RJ.Hamilton 去換回前場的Aaron Golden 這個操作就是要補上球技出 Jeremy Grant跟Tory Crack 兩位側翼球員離開的空缺 畢竟在西區不管對手是胡人還是快艇隊 前場戰力都是相當強勢的 不過現在Jonathan Mary受傷之後 後場直接少了一位最主要的得分手 球迷如果有印象的話 上個賽季的季後賽 儘快連續兩個系列賽上演1比3的逆轉秀 整個季後賽除了Yokic發揮得相當好之外 實際上球隊的得分王是Jonathan Mary 結果在場均得分是26.5分外加6.6助攻 這樣的表現也幫助金塊隊 站上西區冠軍賽的舞台 追蹤敗給胡人隊 有一時的是面對胡人的系列賽中 Jonathan Mary場均不但可以攻下25分 而且投籃命中率更是有5成1的水準 這也讓皇上向教練表示 Jonathan Mary由他來守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 Jonathan Mary的得分能力有多強勢 目前的金塊隊就是以Jonathan Mary跟Yokic雙人為主 這兩名球員也是球隊中 薪資最高的兩位球員 年薪都超過2700萬 而其實金塊隊是一支小城市的球隊 給兩位球員這樣的薪資 其實已經是球隊的極限了 下個賽季 在沒有任何教育的情況下 團隊薪資為1.25億 其中Will Button跟Green都是全選項 另外McGee跟老江Paul Millsap的合約 所以在本季結束之後也到了 換句話說 本季對金塊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下個賽季球隊的陣容 可不可以保持這麼完整 沒有人知道 從新支表來看 我們可以了解本季對於金塊隊來說非常重要 不過這個時候球隊的二當家受傷 這對金塊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接下來咱們來聊金塊戰績的部分 目前金塊的戰績是34勝20敗 這是西區第4名的成績 就賽程表來看 其實接下來比賽不算好打 快艇今天打敗龍馬隊之後 跟金塊的長叉已經來到3場 所以未來金塊要追上快艇的機會 老實說並不大 另外今天胡人打敗黃蜂隊之後 胡人跟金塊只剩下半場的長叉 而胡人隊的AD跟皇上 目前都要在休息當中 所以未來只要胡人隊在戰績上可以咬住金塊 當AD跟皇上歸隊之後 胡人飛彈有機會幾下金塊隊成為西區第4名 這裡是戰績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戰力的部分 剛好提到Jama Mori一場球可以貢獻21分 在球隊中緊去Yokic取得26分 但球迷要知道的是Jama Mori受傷之前 其實已經缺賽4場比賽了 這4場比賽金塊的戰績是3勝1敗 球隊用了Morris跟Ken Paso輪流打先發1號位 未來應該也會是這兩位球員扛先發1號位 咱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兩名球員 Morris身高6-2 本季場均數據為10分3.3助攻 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x8 他在場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助攻失誤比相當優秀 本季3.3助攻才發生0.8次失誤 這代表是他在場上相當穩定 這裡我們舉個例子 球迷才會更懂什麼是助攻失誤比 我也知道本季場均10.8助攻 可是場均要發生5次失誤 所以助攻失誤比大約是2比1 勇士隊的嘴率場均8.4助攻2.9次失誤 助攻失誤比差不多是2.9 所以Morris超過4的助攻失誤比是很出色的數據 這也是他在場上最大的特色 另外本季來加入MBA的Ken Paso 身高5-10場均5分2.8助攻 數據上看起來雖然不亮眼 不過他在4月份場均可以攻下6分3.3助攻 實際上雖然他在MBA還是菜鳥 但30歲的他過去在其他職業聯賽的表現相當好 所以接下來到底會由他扛先發還是由Morris扛先發 這是教練Michael Malone要思考的問題 剛剛有提到Jamal Murray在受傷之前缺賽的4場比賽 這4場比賽其中有3場比賽 球隊是讓Ken Paso扛先發 這一點提供給球迷當參考 目前球隊的後場還有PJ Drogel跟Will Barton 不過這兩名球員偏2號位 甚至可以頂到3號位 目前有消息指出盡快對於小河流非常有興趣 而且這裡要注意的是 這個消息是在Jamal Murray受傷之前就有的消息 這代表的是盡快的球團自己也知道後場必須要再補強 而在Jamal Murray受傷之後 我自己的看法不管是Oxtin Rivers還是其他球員 比方說Daniels跟Green也在補強名單中 目前盡快的後場是一定要補一名球員的 就以上這3位球員看起來Oxtin Rivers當然是第一人選 因為他能做的工作不只是得分 其實他是有傳球能力的 實際上盡快的日前也簽下了Harrison這位後場球員 所以盡快的起床組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次要做呢? 這是球迷可以觀察的地方 當場上少了一位主要得分手之後 這代表是其他球員要分擔更多的工作跟責任 我自己的看法接下來包括Will Barton跟Golden等球員 要做更多切入的動作 否則場上如果只是靠Yokic 一個人又要得分又要組織 對戰來說數據上可能會更漂亮 但不一定可以反映在球隊戰績上 所以其他球員未來在場上 是不是可以幫助Yokic更多 這一點會直接影響到球隊戰力的部分 老實說不管接下來盡快對補近哪位球員 在整體戰力上都不可能頂上Jamal Murray的空缺 特別是關節球的部分 上個賽季後在Jamal Murray的Devin Show 讓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他受傷之後 本季季後賽盡快能走的多遠會是第一個問題 畢竟盡快在上個賽季闖進西區冠軍賽 另外本季球隊交易來Aaron Golden之後 當然希望在季後賽中可以走得更遠 可是Jamal Murray卻在這個時候受傷了 這也讓球季中的這筆交易成為討論的話題 但對於盡快來說 好消息是Golden的合約還有兩個賽季 也就是下個賽季他還會在金塊隊 除非金塊做出交易 不過壞消息是下個賽季金塊薪資壓力非常大 所以Jamal Murray這次商對金塊來說是重重的一級 因為金塊在這個賽季基本上可以說是ALL IN了 這裡指的是薪資的部分 但傷兵也是比賽的一部分 這句話才是經典對吧 站在球迷的立場只能希望不要再有球員受傷了 因為每次聽到誰誰誰又受傷了 其實心情會相當沮喪 也希望Jamal Murray好好的休息跟養傷 畢竟他才24歲 直接生涯還很漫長 而且頂薪的合約才剛剛開始跑 所以他對金塊來說 不但是球隊的核心也是球隊的未來 曾經希望Jamal Murray加油 也希望不要再有球員受傷了 因為只有球員都健康的情況下 比賽才會更刺激也更好看 至於接下來Yokic會不會燃燒小宇宙 在場上有更好的發揮呢 就讓咱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這樣大家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適時的顧慮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下次見拜拜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